同學問的問題其實也蠻好的 我順便講一下 也就是如果我的這個工作表剛好是1到4 OK對不對 可是有一種有一點不太OK 就是說如果你將來你的工作表會調動 有沒有可能?很有可能 比如說你可能助理員跑到後面去了 辦事員又跑到後面去了 領主員跑到後面去了 那助專業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怎麼辦 如果你現在去執行 假設你住專這邊一執行的話 清除 他可能連這邊也清掉 連這邊前面四個 但後面的辦事員跟助理員就清不到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因為剛剛同學跑來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蠻好的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能就要學會使用所謂的 正列 那什麼叫正列呢? 其實正列就是有點像一個清單 OK 那這個清單只是說它是一個清單的變數 那怎麼去讓這個清單建立 當然以後如果你不太會沒關係 我這邊也有把這個做好的放在這邊 反正你就乾脆拿來參考 首先如果你要建立一個清單正列的話 它的長相就長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給它一個變數名稱 叫AR 這個名稱自己取沒關係 你叫A也可以啦 那比如說我以這一題來看 第一個喔 我在這個我的程式上面 比如說清楚好了 如果我不要用數字 因為用數字的話 它會有固定的範圍 而且必須連續的 那我假設用正列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要取得鑄磚的話 其實鑄磚就是AR 小瓜壺裡面放個1就可以了 這樣子 就等於 這個用個鑄磚好了 這個呢 裡面的東西就等於這個鑄磚 然後呢 2的話就是領主 也就把這邊改成2 這邊改成3 改成4就是助理員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上面是建立個正列清單 下面的話是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到這邊來的話 那其實我只要改 把S怎麼樣 改成什麼呢 外面包一個ARR就可以了 ARR 小瓜壺 然後呢 把S包在裡面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當它這個地方for s 等於1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去幫我抓助磚 那等於2的話呢 那就幫我抓領主 那特別注意 你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你要 物件的使用 除了可以用數字之外 也可以用什麼 它的名稱 如果用名稱的話呢 那就沒有固定位置 反正呢我就去抓 看這個 這個助磚放 助磚放哪裡 它即便不是放第一個也沒關係 就亂放都沒關係 OK 也就是沒有固定位置 假設以後你那個位置變動的話 那就可以用正列來完成 來試試看喔 基本上這樣子寫完了 然後另外底下也是一樣 底下的話怎麼做 一樣把這個 這個Rate貼到這上面 所以喔 如果以後你的 清單是要固定的話 那你就是 1先建一個陣列 2的話呢 按照那個陣列 再去取得 我們要的 第一個 就是把助磚先放過來 然後再找領主 再找辦事員 再找助理員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好了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來 試試看好了 看會不會OK啦 因為有時候程式寫完 不見得會正確 所以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開始調動 現在就要亂調動了 助磚 助磚也放別的地方好了 反正隨便放 如果用剛剛的那個 4S等於1到4就不OK 但是這個方法 理論上應該OK 我們來試一下喔 怎麼試喔 我是建議 現在清楚好了 現在裡面有資料 所以我現在呢 假如把它亂調動了 也就是把它打散了 助磚在這裡 然後領主 助理員 辦事員 他分別就放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我們來看一下喔 執行給各位看 這邊按F8好了 這個時候就建一個array 裡面就放這些資料 那我再來的話喔 這個裡面放 這個裡面喔 注磚了 那意思是說 sheets 注磚.slate 看一下這一行 有沒有發現 執行這一段程式之後的話 它注磚就被選起來了 那我就清除 OK 所以把它清掉 好 那再來的話呢 s等於2嘛 所以s等於2的話 就領主 就是領主 所以sheets領主喔 這個時候領主就選到了 沒錯 然後一樣把它清空 領主清 再來就是辦事員 這邊辦事員 辦事員清空 再來助理員 助理員清空 好 這樣的話 切過來看一下 那這些都不影響 其他的話 這個都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公式怎麼做 一樣喔 所以做法都一樣 所以我把它直接執行 切過來看一下 沒問題 OK 所以我以後如果說 跨工作表 假如說你的位置是 會任意料動的話 那你可以喔 就利用我在雲端上面放 第五頁的地方 我把剛剛寫的這個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不過記得喔 不要放錯 放錯的話 那假如說 你清除清錯的話 那你這個檔案可能要重來了 因為裡面的資料 可能就會回損了 OK 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325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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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